One 兩 沒到夏天 我要去海邊 去海邊 嘿嘿嘿 差題了 USD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歡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呢 那也幫我按讚分享 給我持續的努力 不養繼續製作好的影片 來告訴大家了喔 打造美麗 毫不猶豫 大家好 我是黄玉豪醫師 欢迎回到豪醫生整齡世界 没错 刚刚听到我们去海边的歌曲呢 就知道呢 夏天又要到了 那身为一个帅气的男生呢 一定要准备好自己 坚持的臂膀 好像在海滩边的大秀身材啊 如果这个时候呢 旁边有几个辣妹呢 可以投于这个 羡慕的眼光呢 那其实呢 就是太开心了 可是呢 如果这个时候呢 男生啊 脱掉自己的上衣 可是呢 露出的却是 Oh No 大胸部 那就 最近呢 其实豪医师呢 遇到了好几个男生 客人啊 私讯来问我说 豪医师啊 我怎么样去解决 我这样子的一个大胸部 看起来很像女生的一个状况 那我一直想要去游泳都害怕 我们今天呢 就来特别讲讲这个主题 就是男性女乳症的处理哦 什么是男性女乳症呢 那顾名思义就是 男生有一个女性般的乳房 通常就出现在有一些男生啊 其实他发现他的乳房的组织 然后有异常的增大的 或者是乳腺特别突起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左看右看之后 奇怪我怎么跟旁边的男生比较不一样 他可能就会发现他有所谓的男性女乳的一个增后 那这样子的增后呢 有的时候我们蛮多小男生在青春期就会开始发现 那他就开始都不敢补上身啊 或者是不敢穿着单单有裤的一个状况 进行所谓的社交活动 那他就因为有一点点轻微的自卑的状况 所以呢像这种的一个状况 其实可以来做处理的 那当然呢很多人会单纯联想到 我是不是因为胖才产生所谓的男性女乳 那当然呢BMI的膏就是所谓的肥胖症 其实会导致这个胸部的脂肪堆积 看起来就会有一点像男性女乳的样子 但是真正的男性女乳症呢 他不只是有胖的问题 有的时候连瘦子也有可能产生所谓的男性女乳的状况 原因呢就是这个男性女乳 他有些时候是先天上的一个问题 或者是说呢他后天呢 因为一些持激素啊 或者是女性荷尔蒙过多啊 甚至后天肝脏的一些病变 都会导致这个男性女乳症的一个产生 可是呢其实在透过医生啊 或者是门诊的一个询问之下 其实蛮多的男性女乳症是不明原因的 原因就是说他可能做过激素的检查啦 或者是荷尔蒙啊 或者是肝脏的检查都没有问题 他就单单是一个男性女乳症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认真的考虑 看怎么把它解决 而不是执着于成因是什么问题的 好那接下来呢 郝医生就跟大家讲 男性女乳症的一些处理方式 来来来来来来 现在在观赏影片的男性 我们可以低头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镜头 好如果你在呢镜子前面呢 比如说你用你的食指啊 拉起你的乳头乳晕 可以超过4公分以上的状况 你就可能有男性女乳症的一个状况 或者是说这个乳房的一个组织的厚度 比起你的腋下的皮肤还要厚很多的 那这个时候也可能是一个成因所在 最后一个点呢就是我们辨别这个男性女乳症的严重程度 就跟我们先前影片提到的女性的乳房下垂也是一样的 如果男生呢在这个乳晕或者是乳头的位置 低于这个胸下腺太多 或者甚至已经垂到这个胸下腺的一个程度 代表你有一个明显的乳房发育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断定你是有男性女乳症 所以呢等等的一些自我检查的方法提供给各位男性的朋友 在家里做自我检测 如果有的话呢你可以不要在影片下面私讯 可以私讯留言给我就好了 ok 接下来呢跟各位男性朋友呢 讲一下男性女乳症的处理方式 那顾名思义男性女乳为了是一个美观的眼神 所以我们会把它分成主要的两大部分 首先呢第一个假定呢 如果你是在正中间有一个三角形的严重容器 那有可能就是我们的乳腺发育过多 这个时候呢可能在传统上我们就是要考虑做所谓的 局部的乳腺切除手术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乳因边的暗影型的切口 把你这个乳下过多的乳腺去做切除 这个时候你的中间就不会有一个过多容器的一个状况 但是在切除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透过整齐乳医师小心的一个处理 让它不要切除过多 再不会有严重暴陷的状况 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大片乳房组织的一个范围 其实很多时候它并不全然是乳腺堆积 有的时候是周边的一些脂肪堆积 这个时候 整体美观的状况下 我们就会考虑搭配所谓的抽脂手术 就是我们可以在腋下啊 或者是在胸的外侧圆里 有一个小小的一公分 或者一个伤口 去做整体的抽脂手术 这样子可以让整体的脂肪量下降到最低 也会得到一个比较平坦的胸部 那很多的时候呢 如果你又有中间的乳腺隆起 还有周边的脂肪堆积 好医生通常都会建议你同时合并做两种手术 这样子可以一次的手术做完整个完整的处理 那它可以达到一个更完美的结果喔 那这执行完这一个男性女武症之后的手术呢 其实在照顾上并没有很麻烦 就是说在初期 我们比较怕手术的伤口有些微粗血的状况 所以说在手术之后呢 我们会给你做胸部的一个 比如说纱布啦 或者是弹性绷带的一个压迫 接下来呢 在一周之后呢 其实可以考虑来做脏口的拆线 那拆完线之后呢 我们可以穿着做身衣 做持续向的压迫 那大概在一个月以内呢 建议客人呢 是不要再去做剧烈的活动 或者是太多体重 也会活动到上肢的运动 这样子呢 就可以顺利的让整体 男性女武症的一个状况 回复到最好 那在更长期就是做三到六个月的 一个疤痕照顾 那等等呢 就是我们男性女武症 术后的一些照顾内容 好 那针对今天男性女武的主题 不晓得有没有更多的一个了解的呢 男生啊 对男性女武有相关的问题 欢迎呢 过个时间 来浑诊 找好医师 闲聊 喝个咖啡 一起来个man's talk 帮你解决到所有的问题哦 就到这边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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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奸 好